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爱和恩典当中 在恩典365里面 我们是透过神的话 进入神的爱 神的话 每天和你分享都是圣经的话 这几天和你分享说 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可以 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施恩宝座 上帝的那个施恩宝座 是在至圣所里的 那个至圣所是一表 人可以单独来面对神 好像玛利亚因为爱主 他就坐在主的脚前 虽然那个屋子里面 还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别人 但是在他的眼中就是耶稣 他只单独看到耶稣 你知道那个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电影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电影 哇 在一个很热闹的party里面 哇很多人在跳 特别是那种英国那种古典的宫廷 好漂亮 好多人都在跳舞 哇很美很美 很美的一些场景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怎么搞 跳到后来好像其他人都走开了 都没有了 最后就剩下男女主角两个人 单独在那里跳舞 但是等到那个舞跳完的时候 发现没有啊 其他人都在 但是在这一对恋人的眼中 已经看不到别人了 只看得到对方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爱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 在爱中来到主的面前 每一天灵修 每一天读圣经 每一天亲近神 是一个爱的关系 当你单独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会发生 我要读这段经文给你听 在诗篇里面说 他跟主有一个祷告说 求你帮助我在清晨的时候 得听你慈爱之言 你知道当你真的有心说 主啊我要亲近你 我要单独亲近你 我要像玛利亚一样 坐在脚前 与你单独面对面 你会经验第一个恩典 就是他会向你说话 他会向你的心说话 他向你的心有一个慈爱 说一个爱的语言 求主帮助我们 我好喜欢一首诗歌 叫在花园里 这首诗歌是一个很老的诗歌 他说他独自徘徊在花园里面 忽然他感觉神来了 主耶稣来了 然后在诗歌里面说 他与我同行 又与我对话 对我说你单单属于我 哇那就是你知道吗 那就是亲近神 你以为写歌的那个人 是真的在一个花园里面吗 也许是 但是更多的时候 不在外面的环境 即便在一个非常吵杂的环境 就像刚才讲 在一个舞会里面 非常吵杂的环境 但是因为爱主 主会愿意来亲近你 在那个亲近当中 你好像跟他两个人 牵着手 单独走在花园里面一样 享受那个雨组 单独清净的光景 你知道我就是这样 我从小非常喜欢聚会 因为我喜欢人 我很喜欢跟人在一起 我们在小的时候 在主日学里面 哇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好高兴喔 每次喜欢去主日学 喜欢去主日学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朋友 我的朋友都在主日学 后来到了青年团记 哇我最好的朋友都在团记里 每一次聚会 我都好喜欢去聚会 但是我越来越发现 我喜欢聚会吗 好像我比较喜欢聚会结束以后 聚会结束了 但是我们那群朋友 在一起聊天 一起去吃冰 哇好快乐 哇讲你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 但是谢谢主 让我越来越多认识神 越来越多对神生命 有一些经历 特别是在我很多失败 软弱的时候 我经验神 真的是那么真实的 这位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 是这样真实的成为 我的帮助 我越来越想 遇见神 单独的遇见神 我还是很喜欢我的朋友 但是我知道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更渴慕 遇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因为他会向我的心说话 在读经的时候 他会向我的心说话 在灵修的时候 他会向我的心说话 在读属灵书籍的时候 他会向我的心说话 在敬拜透过诗歌 他会向我的心说话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好像写诗的人说 我向你求一个恩典 让我清晨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 灵修成根的时候 我把最好的时间给你 清早起来 最清醒的时候 这个头脑最清醒 精神最好的时候 我要来亲近你 当你有这样一个态度说 我要听到 你向我的心说话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怎么样求 神就给你 神就为你充满 神就给你 因为主说 我们求救必得着 来到神明天你求什么呢 你会不会跟主说 我有一个求 我要求你 每一天我来亲近你的时候 能够听得见 你向我的心说话 奉主的名祝福你 当你亲近神 你享受这个荣耀的恩典 就是每一天 主向你说 亲爱的话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